摘了一颗珠顶红的球 经过了近一个月的等待 只有这一个球现在是生根发芽了 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和很多花友一样 会经常把他们的球拿起来看看 长根了没有 长根了没有 但是呢 这两个球就没有那么理想了 它的这个球呢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长根 而且根盘这里还有生发了一些霉菌 那可能是因为我上一次修剪的时候 没有弄利索 根须留的比较长 所以导致了它现在新根迟迟不发 那么老根呢 根须上面又长了一些霉菌出来 所以今天我要给它再做一次修剪 把这个老根的根盘再给削掉一些 然后用多菌磷给它粉涂一下 等到伤口干了以后 再把它做在潮土上面 看一下能不能尽快的将它的根给刺激出来 把这个根盘原来的老徐尽量全部给它切掉 之前我就是没敢动 没敢切它 这样切掉以后呢 可能会长根会长得快一些 然后外面的这层皮呢 我要再给它扒掉 之前没舍得扒 但是现在看来必须要给它扒掉 重新的这样给它处理一下 不是用多菌磷的溶液泡 而是用多菌磷的粉这样给它滚一下 这样来一个彻底的杀菌消毒的处理 这样修剪过以后 它会长得快一些 根生的会快一些 其实猪顶红羊球到我们国内的时候 都是经过冷藏处理的 所以它的花芽在里面已经憋了很久了 当温度合适的时候 它就迫不及待的蹦出来了 会出现呢 先长花件 然后开花长叶 最后才长根的情况 这也是非常的正常 但是呢 对它球体本身的这个营养的消耗 还是蛮大的 至于这样处理过以后 它们后期的长势如何呢 我会再跟大家分享的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拜拜 好